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今天早午餐吃的是御心忌 然後它這裡是選一個麵的湯底 有紅湯跟白湯 再自己看要吃什麼焦頭 他們所謂的焦頭就是上面的這種主菜這種 你吃的這是什麼 做大肉麵 風鎮大肉麵 這是太大麵 底是白湯底對不對 它這個麵好多喔 麵好多喔 味道好嗎 是有偏甜口嗎 是鹹的 還有妹妹 好妹妹那你吃的是什麼 腰現在在吃的是腰子 腰子 好好吃嗎 嗯 你吃個看看 好好吃 好好吃喔 那哥哥咧 哥哥你吃的是 排骨的焦頭 對不對 炸的很酥脆嗎 我剛剛點了那個豐盛大白肉 我看它上面白白 我想說那白白是什麼東西 是不是蒜末 結果其實是酒糧 他們小朋友好像 媽媽她也覺得 噁心嘛 真的怕酒 可是我是覺得很香 很好喝啦 那種小麵館 就是喝個 好喝的湯 然後簡單吃一下 我們就把它當作早午餐 那我們還第一座客人 那現在好像人就開始慢慢進來 我覺得不錯 好 嗨 在這裡不冷嗎 好冷喔 今天蘇州說現在4度 體感差不多0度 後方就是雙塔市集了 它是一個室內的 以前是傳統的舊市場 然後現在好像說改建的滿漂亮的 我們進去看看吧 哇好漂亮 好像泰國蝦齁 畫梅蝦 畫梅蝦 草莓沒看到 妳有看到草莓嗎 沒有 草莓 草莓 20塊一桶 還好啦 幫你洗好切好 三隻好了 這個 三隻啊 對 妳說到前面吃 在這邊吃的 對 在這邊吃的 對 好的 這個好了 好 可以拿一個 好 這個我少你 這個70 吃 我們現在在雙塔市集 吃 蝦 那這個 這叫什麼 它這叫做什麼 花雕畫梅蝦 我剛剛還買了這邊好吃的 芋蝦 芋蝦 芋蝦小丸子 芋蝦小丸子 還有紅豆 芋蝦小丸子 芋蝦小丸子 那是甜甜的味道 你最愛吃的就是蝦子了不是嗎 它是很甜的味道 很甜 這什麼樣子的甜味 是畫梅嗎 哦 如果你這樣講可能是 蝦頭 哇 好像很補 哈哈哈哈 我以為這個是菜國蝦 它都不是欸 我覺得算很好吃 可是可能不能吃過 怎樣 因為很甜啊 哦 我們已經在敲碗了 是不是要把它搞下去 沒有 敲碗 啊 妹妹吃蝦頭 妹妹呢 吃蝦頭 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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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啦 我知道我知道了 你要吃這個肉啦 我要吃 你要吃這個肉啦 養 養了養 養了 好棒 好吃嗎 好吃 好吃 開格了 去咬 好棒 好甜喔 我現在要來吃他這裡有名的 芋泥小原子 這是芋泥口味 然後上面還要撒上那個桂花 很桂的花 嗯 就是撒很好吃 看起來好好吃喔 他這個芋泥看起來就好綿密喔 我們這種芋頭孔的人一定要試試看 好吃 然後他這湯圓也好吃 回店 我們買一盒草莓 很漂亮喔 很漂亮喔 你要小猴子 好 走走走 好吧 試試看嗎 可以嗎 可以 可以 好 好 我們剛剛去雙塔市集買了草莓 嗯 嗯 太長毛欸 蛤 好吃嗎 太長毛欸 好吃 甜還是酸 甜 這是甜的喔 好好吃喔 我連兩顆都甜的 我剛才吃 所以大家趕快在現在買草莓 因為現在比較甜 我們剛剛去雙塔市集逛了之後 然後買一盒新鮮的草莓回來 然後這一盒是27塊人民幣 差不多台幣可能一百一 一百億左右 然後剛剛算了一下 因為剛剛小朋友有吃了 我算了一下差不多一盒有23顆草莓 然後你看他的草莓又大又紅 超甜 他 我覺得不會輸給日本欸 真的不會輸給日本 他這個吃起來完全是甜 剛剛我老公吃了之後 他也說這大概是他有記憶以來 最好吃的草莓 喔 真的很甜 超甜超好吃的 這樣完全不貴欸 這麼多顆才一百多塊 台灣這樣一盒有沒有四五百塊要不要 讚 坐鑑這半小時終於到蘇州博物館 西館 欸你知道坐半個小時車資多少嗎 二十塊 十八塊 十八塊才台幣多少 不到九十 坐八個小時 坐了半個小時 來大陸你根本其實不用查什麼交通工具 就打車就對了 而且我們是四個人做超划算 我們四個人做 我們來到蘇州博物館西館 耶 剛剛說裡面在裡面不要用 裡面是精神 這個監控的喔 不能用 這個地方是 我們看那個小紅書打卡 什麼親子必來 就是帶娃親子必來的點 但是 我們來了之後 覺得其實真的沒有什麼 還是說小孩太大了 我覺得這點可以不用來 小朋友也不吸引 也不吸引 小朋友也不吸引 這什麼 好不好走吧 去打車吧 這邊好像七點八公里 那是不是有臉塞 好像也要二十五分鐘 你要這個嗎 要這個給你 妹妹小心 要很燙喔 這不可以摸喔 會小小喔 這個蒼薯要是吃飯 它就不脆了 然後會變成綿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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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吃飽囉 大概主要的一些菜 都有點到 然後我覺得味道是還蠻不錯的 我覺得他們主要服務很好 服務態度很好 因為對小朋友也非常友善 哇 這裡就是三堂老街 最有名的打卡點 這裡真的好美喔 配上這個紅紅的燈籠 感覺好有過節的氣氛喔 喝少許 人間煙火味 你喜歡這裡嗎 很擠 很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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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擠 這樣才不會冷啊 可是我覺得這裡就是 晚上來更有那個氛圍感 天氣真的好凍喔 我覺得不會輸給在日本 因為天氣冷 所以人這樣已經算是少了 我看人家小紅書打卡 哇超多人 那可能是被人推著上橋的那種 那今天還是假日 對然後今天又剛好是假日 還只有這樣我覺得已經算是 人說不定算少了 這條好像比較是專門在幫人家穿漢服的吧 看起來感覺好像好幾家 你看那邊那一家 後面那邊那個人家都還在化妝呢 欸他們的洗蛋其實就是茶葉蛋的意思耶 七里常常就全長七公里 一直到虎丘那邊 我其實一直聞到那個栗子的香味 好想吃栗子 可是沒有看到有人在賣 奇怪 我們說說玩到這邊 就差不多告一段落了 明天我們準備就要前往上海了 他說城管來了 他說城管來了 城管來了 進巷子去 進巷子去 所以他這種跟我們一樣其實都不能擺那種地攤了 超級冷的耶 好冷喔 你現在回去了嗎 哥哥投出一個震撼蛋 大翔大扁 可以回家了嗎 好可以了 我們現在要回去了 我想尿 蛤 一個要大便一個要尿尿幹嘛 好從這邊下去我們就回去了 欸比較沒有人啊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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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要先找廁所 唉 唉 剛剛小朋友說 好想要再吃草莓喔 結果我就走到那個雙塔市值 走到那邊差不多晚上七點四十幾吧 結果 草莓都已經關了 唉 太可惜了 太殘念了 結果就看到旁邊有一個雙塔市值也很有名的 這個 碧羅春奶茶 一怒之下就買了一杯喝喝看吧 嗯 我這個是五分糖 它的標準應該是七分糖 五分糖喝起來就 瑋芋會有一點點那個茶的苦味 可是很香 有那個就是畢羅春的味道 還不錯 好 好 我看